兒子就是上個月一歲的生日派對 他要他要穿這樣 對 我們全家都是禮服出現 就是我們一家四口都是換兩套衣服 下午四點鐘一路到晚上九點 每一個時間軸他們都會有 每一個時間軸 對啊 他有二度進程 第二次我旁邊那兩台朋友 我一定想說 有完美 所以衣心是哪一種 我是那種 我看你連擺盤都很講究 你今天給自己設定的主題是什麼 我就是這個是我兒子就是前 上個月一歲的生日派對 他要穿這樣 所以我還好玩派對 對 然後dress code就是大禮服嗎 是啊 然後我的兒子是小西裝 然後女兒也是 我的女兒三歲 然後也是個大禮服路線 這是扮在戶外喔 對 我們扮在戶外 然後你看我們的那個deko走 就是一個叢林風 我扮在戶外 我們全家都是禮服出現 然後我們就是請deko弄了 就是你知道 輸了動物都要跑出去 因為是小男生嘛 超可愛的 然後我跟我 就是我們一家四口 都是換兩套衣服 然後我們的活動 從下午四點鐘 移路到晚上九點 然後下午的時候 就是走一個派對的路線 然後我們派對呢 外面是找了就是 另外一個廠商來做 就是有木棧板啊 然後有小帳篷 整個就是營造一個 野餐的風格 超帥的 超帥的 然後又很擔心 因為我們很多朋友都有小孩 然後自己的小孩子的派對 所以會有很多小朋友嘛 我們就擔心小小孩 中小孩 大小孩 他們如果沒有事做 就會覺得陪爸媽來參加派對 很無聊 於是乎呢 我們在兩邊的角落 我們找了那個吹唐的老師 吹唐人的老師 然後還有一邊是捏面人的老師 他們就可以大家來排隊 然後到了五點鐘的時候 就是剛剛那樣照片 我們是每一個小孩子 都幫他們弄那個泡泡槍 然後是獨角獸藍色的泡泡槍 所以他們全場就可以在那邊 弄獨角獸 然後下午的時候 我們還有魔術師 就變那個鴿子飛出來的那一種 然後就讓小朋友是會覺得 很好玩 就是每一個時間軸 他們都會有 每一個時間軸 我都不怕 我的派對的女生 我的天啊 為什麼是你穿這樣 而且你挺不累喔 所以我前面先穿比較K就 我有換 他有換 這是他第二次 他是穿粉紅色 他穿一套 這一套是什麼 有比較輕鬆嗎 有 我有套比較輕鬆的 你會看到那個煙火 最後 我們的派對結束是 兩排有那個仙女棒 還有二度進場 對 換場 有 小孩有換衣服嗎 小孩有換 你看他一歲三歲中長 這沒有比較輕鬆 有啦 你是比較短的而已吧 你倒是脫地了 你倒是高跟鞋啊 我跟你講 我其實穿這一件的時候 我裡面是穿拖鞋 我反而穿那一套 有露腳趾頭的時候 我反而是要穿高跟鞋 然後你知道我所有的那個仙女棒呢 就是都是請大家排排列好 你確定你旁邊那兩排朋友 是真的在祝福你的嗎 我跟你講我們從婚禮 然後到鴨子就是 要是我旁邊那兩排朋友 我一定想說 有完美 不會 因為你不能走 自己來換衣服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黏大人小朋友的Candy Bar 我們就是都知道 小朋友都可以吃得很天然 然後所以那天我們很多的反饋 就是我們的很多冰箱 還有紅櫃 我們出去把它填掉了 一些意見給我 所以會有稍微的問題 他們有留下E-mail嗎 也沒有E-mail 有做線上問題 沒有 但是我們會遇到嘛 然後就問他說 派對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說他們每次來參加派對 就是很放心 因為小朋友可以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然後大人就是 你是怎麼問的 就有時候因為有一些是教會的家人嘛 然後就會問說那個派對怎麼樣 或是他們會主動來說 喔小朋友都說那天的那個新娘阿姨咧 就是以為我結婚 你知道嗎 對啊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然後我們很貼心的是我們的大人還有找很厲害的DJ來放音樂 然後我們是室內跟室外 所以室內呢 就是一長條 除了Candy Bar 你轉身另外一邊的所有的酒 都是All you can drink 然後小朋友的擔心小朋友不喝嘛 然後所以我們還有燕麥奶 All you can drink 就小朋友也安排到 如果父母都喝掛了 誰來顧腳 沒有當寶寶 沒有當寶寶 因為我們今天提供的是美酒啦 紅酒啦 然後就是精釀啤酒 就是酒精濃度都不是那種很高的烈酒 所以就還OK 可是有些父母還是會猛喝啊 沒有那麼失控 因為還有小孩子在 對 所以還OK